逮捕裁判快毀了 这季的美国橄榄球赛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球员 超气逮捕因劳工福利 目前在罢工的裁判 这些公贼裁判的脱窗判决 快毀了这季球赛 许多教练不是已被罚 不然就是将会因批评 公贼裁判被罚犯规 甚至是红人队的教练 沙翰娜的儿子 在带你去上班的日子 跟公贼杠上 这些公贼裁判超烂 烂到许多都被辣妹 美式足球联盟开除 因他们不务正业 其实这最后都要怪 联盟委员古德 英英大老板都让他用 铁碗专制管联盟 还有啊 古德没在这一季开打前 解决这劳工福利问题的僵局 其实说穿了 古德及大老板们 根本不在乎球员或球迷 所以啊 去看球赛时 记得要带语句哦 但球迷们都可以接受 任何联盟的虐待 因他们实在对橄榄球 一往情深啊 钱也随便让联盟坦巴巴 说实在的 你们这些球迷会因烂财判判决 而不看这些球赛吗 留言跟我们说吧 来跟我们一起 赶快到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